大家好,這堂最主要是教大家阿沙堂第一個節奏 第一個應該是最重要的節奏 上一堂教大家如何擺動阿沙堂 需要一段時間練習 你已經很隨意、輕鬆地擺動阿沙堂 左右搖擺,敲到左心的塔 這次就是教大家如何接這個球 當大家一接到這個球的時候 就會出現第一個節奏 就是 接這個球其實有一個竅門就是靠這兩隻手指去接著 之前教大家如何擺動 敲到下面那一刻,敲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立即這兩個手指就接著它 就這樣為之接著這個球 接這個球的時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去練習的 不是一時之間去做 我覺得會教大家如何去 最基本的練習就是一個 你首先這樣吧 像一個搖擺鐘一樣 叮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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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你已經練習了色節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做這個節奏 1 2 3 4 2 2 3 4 4 4 可能這個節奏有些巧妙的 開始玩的時候可以有點疑惑 節奏如何去數 有些是疑惑的 我亦都教了大家自己 有一個簡單的一個 有一個竅門 有一個口訣的方法 這個最簡單的一個口訣去學 看到這一句 其實不是疵噹叮噹 還是聼敵噹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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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pps 那兩隻手就玩了 謝謝大家